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舒雅 我们俩成亲也是舒雅的医院 她走了 你就是我的娘子 有你在 我就有家了 总寻 总寻 大姐 你终于醒了 大姐 如今你病得不轻 可要想想驾崩之后的事 皇儿 皇儿 大姐 小妹是说 大姐这圣人之位 可不能让外星人强去啊 大姐 慢点啊 大姐 快去申太医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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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皇儿 官家 我死以后 就有我妹妹 来照顾我们的皇儿 抚养左絮 立她为圣人 可否 好 朕答应你 不要讲那么多 养命有尽 谢大姐 谢官家 不 不 不是芙蓉 不是芙蓉 三妹 你年间还轻 是二贱 福明 好 姐姐醒了吗 我的女儿啊 芙蓉蓉 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国之母 可却好景不长啊 怎么早就 不 大姐她太偏心了 她把圣人的位子给了二姐 福荣 你大姐刚刚去世 你就不该这样想啊 爹 这是关系到女儿一生的幸福 我能不想吗 你说过 我比大姐二姐多漂亮 我怎么就不能当圣人呢 芙蓉啊 听爹爹的话 啊 这仗又有需要 你大姐去世 多亏官家眷顾 才不至于让这圣人之位 落入他行 你就好好为你大姐 节爱吧 啊 我的女儿啊 厚州贤德六年 公元九五九年 周世宗柴汝亲政了国 欲收复当年被厚敬皇帝石敬堂 割给启南的燕云十六州 赵匡胤担任行营水陆都部署 兵至瓦桥关 辽军首将姚内斌等出降 之后 于口关以金关及名 莫营三州相继被后州军占领 周世宗柴荣却突然患病 只好率大军还金 官家 来 下午理所 有少年的时间 加丞便 conscious 发表酒 国家 你的并会好的 圣人 不要哭 父亲命我兄妹进宫盼望陛下 攻助陛下 寿彼天啼 平身吧 谢官家 回去转告国障 就说 我的病健好 请他五年 是 官家 请入茶 我现在还不想喝 放在一边吧 是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罪该万死 来人 咋子 把这个没用的绑健恩 给我杀 是 毕竟饶命 毕竟 等等 哥哥 王大官并不是有意的 他也是奉官家的旨意 把茶水放在那儿的 并无我时的功能 请官家三思啊 皇儿 过来 过去 过来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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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 此时真的不怪王大官 请官家明鉴 你 你 是 谢官家 王大官 母才在 你还不赶快 向芙蓉姨娘 不敢谢她的救命之恩 是 谢娘娘救命臣 起来吧 昭寿哥 方毅兄弟 昭寿哥看起来不太高兴 还说呢 我那官家姐夫病得不轻 这下呢 这宫里的太监宫女全都访了天了 居然连太子都烫着了 这可是死罪啊 谁说不是呢 我刚要治那个狗奴才有王继恩的罪 可我那妹妹芙蓉倒好 还要替她说情 这成何剃头 这么说 官家真的快不行了 恐怕 只是等时日了 告辞了 好 告辞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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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不能再给任何人提起 二哥 赵大哥 你跟义伦兄都说了些什么 二哥 你先别发火 听我把话说完 各位都很清楚 天仙大乱已久 特别是近五十余年 换了梁塘 晋汉 周五代 共出了八姓十三位皇帝 这还不包括中原四下 相继出现的十国在内 果然是战乱不止 杀戮不断 将士流血 百姓遭殃 自古乱世出英雄 二哥 闭嘴 好 小弟一人总是一人当 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二哥 你既然如此胆气 就用旷义自财 一平祸端吧 你这个逆子 妻子 你 怎么会有这等心思 天下有志之人 都敢有这等心思 一派胡言 早在我们年幼的时候 父亲就对我们抢 当初后堂民宗李思源 就是被攀将陈凯 执下黄色军席撇在身上 才准瞬间就从领军元帅 变成了官家 你早就说过要带着我去干大事 已经官家病重 太子他才六岁 我打死你 臣嫂除了这个祸端 以免家门不幸 将军息怒 如此糊涂 皇爷 请来 爹进宫去问病 官家是病体沉重吗 这可如何是好 父亲伤岩勿躁 孩儿担心的还不是这件事情 孩儿担心的是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朝中的文武百官会如何 我最放心不下的 是那个赵光业 这正是敌所担心的呀 有什么妙计可以防范 父亲放心 如果此人对朝廷忠心 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狼子一心 父亲就应该坐进官家 好 爹立即按你的计策行事 陛下 陛下 您要做梦吗 是啊 陛下 陛下 韩童求见 什么事啊 毕童求见 毕童求见 什么事啊 毕童求见 毕童求见 找韩童说上昌有请事 又不易说出 韩童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毕童求见 毕童求见 什么事啊 帮完事 您也下去吧 陛下 小的看您天天睡不好觉 我觉得这个人挺有邪的 要不您试试 就知道祸个闷子 小的实在是为您睡不好觉 担心 那让他们进来吧 是 宣 韩通见驾 臣 韩通拜见陛下 请起 谢陛下 何事禀做 恭喜陛下 何喜之忧啊 臣为陛下带来一位术士姓姚 是世外高人 可为陛下分忧 山人拜见陛下 有何要讲的 陛下这些天来是否多梦 是否总会梦到一位老人 他生前是个武将 后来含恨而终 其实这件事和陛下并无关系 但是陛下并似苍生 善人实在佩服 陛下 这人说话无礼 还胡言乱语 要不要 让他说下去 是 这个老人死 这个老人死得冤难 他死前就想见儿子一面 可是儿子 却闭关不见 惨哪 赵红阴 不要插话 梦 我已经点了 多说武艺 山人此次前来 是想恭喜陛下 此梦 可解 何解啊 陛下 陛下派人找七七四十九根拐杖 涉谈济坟 可保无忧 山人也会辅助此事 记下了吗 记下了 先生清气 谢陛下 那就烦劳先生 昨日 朕亲自计谈 那再好不过了 先生 听说 你还有一事 伤仓 有何事经 山人 近日夜观天象 见此微星发暗 并有数颗流星划过 这又 有何疾凶 这 国家将有大难 有人在祖宙陛下 早日归天哪 什么人 如此大胆 这个人 和陛下的噩梦 也有些关系 但说无放 对 受此流星之走向 其中四次呈方形 另两次处于两侧 这肇事将有方面大耳之人 要图谋不轨 篡夺皇位 二哥 刚才官家又下了俩武将 一文臣哪 说是他们是谋逆啊 这军是方面大耳之人哪 知道了 你们坐 刚才三弟说的 再加上上了一次 现在已经死了八位武将 五个文臣了 现在满朝文武 五个个心灵胆战 特别是自己认为自己 长得是方面大耳之人 二弟 这当朝陛下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哪哪哪那么多叛逆啊 以我看来 这这明摆着 二哥 这这这这冲着你来的 哎 老汉 哎 就就就那几个哪哪哪个有二哥 方便大耳啊 二哥 赶快想个房子避祸呀 要不然就就就就 不可乱说 我对皇帝忠心耿耿 他还指望着我辅佐将来的右军 怎么可能杀我 可是 三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你看当前这局势 二弟 还是多个心眼 不得不防啊 是啊 二哥 不要再说这个事了 谁若是再说 谁就不是我的兄弟 哎 老三 大哥 快去劝劝张穷 当此之际万不可鲁莽行尸啊 三弟 三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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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让开 给我们大人让路 该让开的是你们 赶紧让路 快点 凭什么是我们让 我们先走到这条街上的 让路 你也不看看我们大人是谁 快让路 快让路 停什么是我们先让啊 停 请我带你们先让 什么人哪 赶 赶蓝 赶住 赶蓝 哦 张将军 在下韩冲啊 韩将军哪 在下一想敬佩张将军 就是没有机会和张将军一起唱饮啊 今天总算碰巧遇上了 可看上去张将军好像喝醉了 什么呢 你看 你看我这个样子是喝醉了 那么你没醉 没醉 这才哪到哪啊 好 那就请到旁边那家酒馆 在下请张将军喝酒如何呀 你请 请 请喝酒 好朋友 那是啊 走 请 干 是 不快 那是 是 张将军真是乱酱啊 再来一轮 再来 来 好 我再来 是 这才哪到哪啊 想得不出 我跟乡孩哥哥相识之时 那你高兴啊 喝了几十大碗啊 香孩 张小军 这个香孩是谁啊 给你倒上 我自己来 好 这个香孩是 他就是我张琼的二哥 赵匡胤 那是他的乳名 他怎么起了一个女孩的乳名啊 你 你不明白吧 累死我 你也想不明白 那是 怎么回事 在下席二宫听 你想知道啊 是啊 听我给你讲 我二哥 赵匡胤 厉害 那是真是厉害啊 他可不是一般的犯人啊 在他出生的那天啊 那整个产坊 仙相四溢 宏观 冲天哪 还有那个 说呀 你 你还想听听呢 是是是 再再喝三三吧 这都是张琼 讲的原话吗 好 不敢弃瞒陛下 微臣所述 都是张琼在酒馆里说的原话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他还说 赵匡胤出生的时候 天将祥瑞 是天子之相啊 他出生的当天 洛阳发生兵变 却流成河呀 将臣查证 却有此事 院划必须早除 三思啊 陛下 陛下三思啊 起来吧 谢陛下 朕自有主张 是 韩童 当时此刻 请要为朕多多留心啊 臣岂敢不寄心尽力 为陛下奋勇啊 好 出宫去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赵匡业 拜见陛下 陛下 陛下 有这种辱名呢 我娘先头 生臣的兄长姐姐皆已夭折 生育微臣之时 几天之内不得生下 更出现了 偷足倒置的现象 吻婆媳娘子 为了保佑母子平安 点燃了平安香 平安香燃点之后 香气四散 微臣便在这香气之中产下 为了答谢神灵护佑 更为了微臣能逃过早妖厄运 父母便给微臣取了 香孩儿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作为辱名 这么说 香孩儿 并不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红光照提香气息人 朕还听说 你出生的时候 洛阳发生了叛乱 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那天是发生了陈凯的叛乱 但是很快 就被朝廷平息了 原来是这样 香孩儿 有些道理 难道陛下觉得微臣不像个 须眉男儿吗 那倒不是 是不是男儿酒量可食 朕这儿有西域进宫的百年尘酿 酒性甘甜 朕想试试你的酒量 你可以开怀怀怀怀怀你敢吗 这是陛下的墨大龙恩 微臣死于此酒 已无比人幸 果真 微臣不敢棋君 王贤恩 在 上酒 好 是 上酒 娘 娘 嫂子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赵福大哥说 我哥一早就被召进赴宁宫了 这一进去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这官家召你二哥进宫问证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有什么着急的 可是赴宁宫最近也召过几个文武大臣 他们这一进去就再也没有生还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而且被召的都是方脸大耳面相之人 我哥他也是这样的脸型啊 官家为何要这样 娘 这酒才叫酒啊 这酒才叫酒啊 一只酒 夫妻 芋 湯 那是你 赵孔雁 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最难忘的 当然是 看脑袋有一次陛下大怒 要去为臣向上之头 开封府的大隐 说了好话 陛下才饶过了微臣 你最敬重的人是谁 最敬重的当然是陛下 陛下有知恩之命 对臣有知欲知恩 可陛下要杀了你 陛下要杀臣 臣自当领寿 陛下要臣亡 臣不得不亡 那陛下是谁 陛下 陛下乃是上天所欠 陛下就是陛下 他人也要是 要是看 有不二之心 就会奏天大雷劈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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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中 有谁 敢对陛下 太子有二心者 赵光亦粉身碎骨 也要除此坚定 王贤 在 给赵将军结酒 上结酒 这 这事情既已紧急 还有何 何话 可说呀 我看应该尽快点击人马 杀 杀入福宁宫 救出邝银二哥要紧哪 张熊兄弟不可造此 一切都得等赵普兄探明情况回来 再做定夺 如果当今官家一定要除掉邝银 那么恭敬必定森严 鲁莽行事 于事无补 那 那就这么干等 你再等 等 只怕二哥就为官家夺成漏剑了 三弟 二位兄长 张熊大哥所说的有道理 我们一定要快快定夺呀 当今官家身边摸有重兵的 除了赵光印之外 还有张永德和李崇晋 这二人分别是周太祖皇帝的外婶和女婿 如果当今官家为了给年幼的皇太子 扫名登基之路 他最有可能采取的办法是 让这三人分权而立 相互制衡 共保佑主 或者是将这三个人一并除命 根除后患 当然 这是最不可取之法 因为除名有案 还不如以名灭案 说得有理 只是眼下我们该如何行事啊 快说呀 眼下最要紧的是火速探明浮宁宫里的动静 如果当今官家一定要大开杀戒的话 那我等定当火速点击人马 冲进宫中救出邝义 好好 不要再整了 这样 我再次入宫仔细打探 打探什么 邝义 二哥 你回来了 二哥 二哥 你们怎么了 邝义 你总算回来了 今天进宫之后你迟迟不归 弟兄几个一直在为你担惊受怕 是事啊 官家叫我入宫 不过寻常问证 不用担忧 娘 二哥平安回来了 多谢菩萨 来 邝义 跟娘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二哥之前怕娘担心 事到如今而就不瞒着娘了 就在最近 官家连着下旨以谋反为由 杀了好多文武大臣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就是哥哥生得方面大耳 从皇宫中传出一个消息 有数事对官家说 将有生得方面大耳的人 要谋害官家 那你二哥就是这样的相貌啊 还有人向官家告毙 说出了二哥出生时的异兆 当朝叛乱 还取了女孩家的名字 官家今天叫二哥去 就是为了问之心 真的 官家既已生疑 这猜疑就会越来越重 赵蒲 沈亿伦 高怀德 张琼他们都明白这一点 和我一样为二哥担心 所以 野孩儿之间 必须马上进行兵变 兵变 对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可二哥他坚决不肯 娘 二哥最小 最听娘的话 你去劝劝他吧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该劝的是你 你二哥做得对 娘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若再迟疑 咱们全家性命都不保了 君臣有分 岂可妄为 当此乱世 还有什么君臣本分可言 爹爹在世时不是常说 当年陈凯 就曾理着一伙人马 凭着私下黄色君旗 便拥护李思源 当上了后堂的第二位皇帝吗 论才智才干 我二哥他 你住口 不受臣子本分 养籍九族 以后这种话 不允许再说了 回你房间 闭门寺过去 孩儿遵命 赵埔兄说的这个人可是 官家的七舅福昭寿 正是 哦 我明白了 是想让福昭寿 在官家面前替狂印说情对吧 沈兄啊 沈兄啊 官家对福昭寿的姐姐敬重有加 对福国公那更是宠信 最关键的是 福昭寿还有一个妹妹叫芙蓉 代驾归忠 这个人用处很大 浦兄的意思是赵福联姻 沈兄啊 邝印的父亲赵鸿殷老将军 跟官家的父亲是多年的知己 关键是 芙蓉和邝印的年龄相般配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如果 能够 把他们的婚事促成 可能 会为邝印逃过这一劫啊 倒也是不错 但是 伯兄 以我对邝印的了解 他一定不愿意攀龙赴风 沈兄啊 邝印对你精忠有加 所以还烦请沈兄去劝劝邝印 那也不能让邝印亲自去父家提亲呢 这个倒不用打亲自出面 老夫人 你怎么会想到我扶国宫连印的事啊 你怎么会想到我扶国宫连印的事啊 我扶国宫连印的事啊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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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今 你面临着砍头的危险 你面临着砍头的危险 甚至我们赵家 也要有灭门之后 不如今 如何能躲过这场大劫 不如今 刚才赵普来见我时 说得不容易 光靠你一个人不行 必须要有人 从旁边帮你说话 这样 官家 才能够真正地对你放心 赵普和沈亿伦提出的联姻的主意 你考虑过我吗 切实可行 我会尽快地拜剑府过宫 提说婚事 孩儿 明白娘的量不用心了 让娘如此奔走 孩儿心中不忍 大娘 不为儿子奔走 为谁奔走